同学们好 那我们今天要解读一部 还没有上映的电影 然后 但是没有开玩笑 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 所以我们直入主题 Tenet这部片子的预告片 这个最近大家一定很多同学都看过了 它是诺兰一贯的时空主题 甚至它这次的设计点 比较挑战我们一个传统的思维 我们传统观念里 一个单程线性的时间流 它设计了一个线性时间流的倒流 它从未来走向过去 那么面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却没有记忆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呢 这个概念它很飞啊 本来我看得几皮疙瘩都起来了 但是最后它出中文标题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就是说心里突然一沉 性调就这个不走心的骨骼积翻 尤其你一对比看原标题 Tenet这两者的落差就出来了 原标题它是从电影的主题发散出来的 它具有一个视觉的寓意 它这是一个以N作为一个中心节点 然后左右对称的一个概念词 在从左往右阅读的过程中 很直观的明白这个标题呈现的视觉 就是一个时间流从过去到未来 突然又在某个点 从未来倒流回过去这样一个情况了 我们说英文字母它只有26个 它况且能够在罗斯科里做道场去这样设计 我堂堂中华汉字10万个 为什么不能走连心设计一下呢 又不是想不出来更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想试一下能不能溢出一个更好的 直接上结论 叶非叶 这个就是我觉得比较满意的一个答案 翻译它讲究一个三字诀 性 达 雅 也就是表达准确 不拘泥 用字巧妙 那我只要像原标题一样 去设计出一个抽象的概念词 然后它具有一个线性时间逆流的一个视觉表达 我就完成作业了 那么叶非叶 形式上它是符合像是Tenet的这样一个中心对称的理念的 也同样是一个三阴节字 那么在意思上呢 非这一个字啊 它是一个左右结构的进向字 而且在示意上它有一个转折的感觉 那么作为一个时间轴转变的终点 字意上就非它莫属了 而叶这个字啊 说起来在古汉语和佛教里它都别有意味 那么Tenet这个词它也是具有一个宗教意味在里面的 最早它被发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横竖的结构它就像是一个十字架 它被认为是基督徒的一个早期符号 那么用杜娘的话来解释一下 叶是什么意思呢 就指的是所有的生物和人类的行为在当时和过后 必然产生出相应的影响和记忆 但是杜娘讲的它太复杂了 我个人认为现在汉语用四个字就可以解释了 叫做因果报应 那么因果这个东西它就是时间的一个产物了 因为先有因再有果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其实中文造字 它本身就是很有讲究的 可以看到因果这两个字 各字它本身就带有一个空间对称的设计感 那么时间一旦倒流就因果颠倒 其实想出这个标题它不需要什么知识储备 只要你去分析并且模拟带入 Keystof诺兰的一个思维模式 你就能很自然的得出这个标题了 我就是想通过造字的这个过程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Keystof诺兰这个人的一些细节 因为目前世面上对他的认知 其实普遍是有偏差的 那么在这之前我要先说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虽然我已经做了十年的导演了 虽然我很狂 但是自负如我也有三不碰 不碰库布里克的才华 不碰李安的思想 还有就是不碰诺兰的学问了 不碰是因为我不配 这三个人学的越多就越能意识到差距 那么靠一个普通人30年甚至40年的知识储备 你要去讲解诺兰 这个不叫自负 这个叫无知 那么我随便举一个业内技术上的一个细节 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配乐 这个是一个电影当中很冷门的一个点吧 诺兰他在这几年的影视配乐当中 他逐渐制造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特殊的音乐形式 叫做谢波德音调 这种类似于音效的一种音乐 它的原理其实是类似于视觉错觉的 这种音乐他利用了听觉上的一个错觉 让观众难以辨识音高和音低 就这样在虚实真假之间自我迷失 从而会扭曲观众的一个时空体感 如果你仔细的去总结就会发现 尤其是敦克尔克出现之后 谢波德音调他在北美的影视圈已经悄然盛行了 许多的美剧都已经开始用这个概念去配乐了 包括这一次Tenet的预告片当中的音乐 有一部分也用了这个原理 这种形式的音乐来服务他的时空主题 十年之后当谢波德音调 他成为一种世界影视配乐的主流的时候 到时候世界才会真正的清楚的认识到诺兰今天的价值 总之类似于谢波德音调这么小的一个东西 只是他单独在音乐这一个方面的一个尝试而已 就像是诺兰后花园里种的一朵花 我不知道现在解说过诺兰电影的那些所谓的影评作者 他们是不是都能够把他整个 后花园的秘密全都讲出来呢 而且其实真正看懂诺兰的人是不敢去解读这些电影的 这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来解释一下 许多的导演你像是江文王家卫金西德 他们的电影啊他其实有一个艺术上的探讨他是可以有多异性的 只要观众能够自圆其说那么就都是对的 但是诺兰的电影他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科学世界观的属性的 然后他很多还依据了精神分析的建构依据 那比如说哪一层他对应潜意识哪一层对应潜意识 只要你一部错了你就全盘接错 诺兰的电影他只有一套标准答案 那解读他的电影就像是一个排雷的过程 你剪错一根线你就直接没了 只有真正硬核的科学角度他是可以去解读的 但是就算是科学也没有办法完全解读准确 我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啊 那个古人的科学常识他们坚信地球是平的 他们以这个出发点去解读地平线 你觉得这个有意义吗 那么在现阶段的科学常识里面 时间流他被认为是线性的 常识认为时间是单向线性 如果你聪明一点 你其实可以意识到时间他是时空 他是一个柔软的面 但是诺兰他进一步思考了 他认为时间是一种双向单车道螺旋玩到 你以为他在第三层 其实他回到了第一层 他去把第一层整个重做了 不过有一说一啊 他也不是神 他的设想未必就是正确的 但是他的设想是很难抓到的 那么虽然Keystof诺兰的知识储备 我们跟不上 但是他不外乎还是一个电影人 所以一些根本的电影思维啊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我可以拿出来说一说 我先抛出一个结论啊 很有意思的结论 诺兰的电影呢 最大的艺术特色 他是非常有诗意的 这个大家可能就很意外了 哎呀我刚才还在说诺兰的电影是理科 怎么现在又变成文科了呢 所以说这个人变态嘛 我们直观一点 通过一部国内的 极端的世人电影来解释一下 诺兰的诗意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一部是她的 她是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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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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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把它转起来 我们就可以飞起来啊 这一种简单的想法 它会改变 所有的 那要是球拍 是不是掉了 要是停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摔下来了 那我们请看地球最后的夜晚 呃导演B干诗人出身 那怎么说呢 他拍的片子都 旋转桥 不过我们今天不过多的评价他 那这两个导演啊 如果不计较颜值 那个B干也没有科学的那一块知识 但是 只从诗意的角度来看 其实两个人是差不多的 诗歌它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形式美 那么从广义上来说啊 形式美就是视觉隐喻 借一个东西的形 它来唤醒读者指定的感觉 来对应另一种东西 在这个故事里啊 有一个偷蜂蜜的母亲的这个概念 那么蜂蜜的甜 它就和母亲利用一个通感它连在了一起 这种文学概念拍成电影就必须从文字去转换成一个视觉呈现 那么蜂蜜水这个动作它就是最直观的一个傻瓜式的设计了 那么通常我们还会把功夫下的深一点 比如说下载美术置景上 仔细看你就会注意到这里的这个场景的地砖 它特地处理成了一个黄色的六角形的蜂窝状 来对应蜂巢的一个视觉设计 我们在这里得到了蜂蜜和母亲的意象 那么在电影的尾声啊 当主人公穿越时空之后 有这么一段场景 这里面大家注意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铁丝网 通常的铁丝网它都是四角形的 那这里的蜂窝状的六角形的一个铁丝网 它是美术族特制的一个视觉形式了 它的目的就是触发你对蜂巢的一个记忆 这个时候有人说了 啊你胡说 我根本就没有联想到这个六角形的蜂巢 这个就是诗意嘛 诗意就是很暧昧的 那总之蜂巢的概念一出来 你就知道这段场景它描写的就是 之前喝蜂蜜水的时候听到的那段音域嘛 那么眼前的这对陌生男女呢 它就和影域里面偷情的这个母亲和养蜂人 它有关了 那么这种类似于符号学解谜游戏的一个叙事方法呢 它就是诗歌借物欲言的一个本质特色了 类似这种符号啊 它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很多 你还会发现本片和盗梦空间 它有精英的相似的视觉隐喻设计 都是通过一个飞速旋转的气子 隐喻了一个混乱的时间流 它跟着把上下两个空间 它做成了一个区隔 它分别对应了区画和现实 然后过去和现在 它就像是盗梦空间里的几层梦境一样啊 是有意义的 这个时候有人可能就说了 啊原来碧桿它抄袭 那在我的理解里啊 它应该是没有抄的 那个之所以会呈现出这么相似的一个特征 只能说诗歌的本质 它根本的设计原理 它就是这样的 它是由一个契机 它去见整个世界的 从一个微观它到横观的 甚至说艺术创作的原理 本质它也是这样的 你讲宇宙但是会落到人 你讲时空会落到人的记忆 那么由小见大 就可以帮助观众从细节出发 去理解这个世界之理了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一个 宏观上的诗歌的形式美 但其实还有一个狭义的角度的说法 我用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段落 来解释一下 图画里龙不吟虎啸 小小书童可笑可笑 棋盘里车无轮马无将 叫声将军提防提防后 我上等威风显现一身虎胆 下流剑阁露出半个龟头 你家坟头来撞树 陆家盗盘搭配鱼 鱼飞过手入我肚 你老娘来亲下厨 那么就像这样啊 就是我们中文里所说的 队偶的一个修辞手法 在蝙蝠侠系列的电影的命名里面 它也有队偶的意思在里面 为什么不是黑暗守护者 黑暗战士 黑暗魔王 他就是想利用Night 来跟黑暗做一个通感 那么具体的我先不说太多 以后我有资格分析蝙蝠侠了 我会进一步解释的 而且你其实随便去看诺兰 所有的电影 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他很多的对白都非常的工整 回答的人 他总是会接着上一个人的话头 去围绕这个耍一个小聪明 那我们一般说话 都是出于自己的一个想法 像这样刻意去抓别人的想法 再转成自己的小聪明 它是一种更累 但是更美的台词写作 这就是诺兰的一个文学修养 他忍不住要调皮一下 而Tenet这个词 他本身也是有一种形式上的诗意美的 甚至是一种更高级的 叫做对账的一个修辞手法 那么我们在做汉字标题的翻译设计的时候 怎么可以不去讲究呢 对吧 以上就是诺兰的一个文学属性了 我们接下来简单的说一下 哲学属性啊 接下来的话就不要全信了 我们先从诺兰的一个非常冷门的怪癖来切入来讲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诺兰他是只拍2D电影的 但是这是为什么呢 我个人最开始是这样觉得的 是因为现在的3D技术他不成熟 3D眼镜他对于曝光层次的一个牺牲他非常的大 诺兰他不愿意为了吸睛 他去向这一个噱头去妥协 这就是他对传统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坚持 但是这种说法他过于理想化了 我觉得哪里还是缺了点什么东西 这些年我也没有去想太多 但是直到去年 有一部经典的欧洲老电影在我国重映了 我去电影院补票的时候啊 我突然看到其中有一幕的情节 我瞬间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听说是什么 世界会会在你的每个言 然后它们轻轻疯了你的音 相信我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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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quite a figure And I was getting off Guaranteed It wasn't what I saw that stopped me, Max It was what I didn't see In all that sprawling city there was everything except an end There was no end What I did not see was where the whole thing came to an end 不能以观众的理解去解释 而是要以一个影视从业者的视角触发 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了 抗拒3D的本质它并非是因为喜欢2D 而是害怕3D 这要怎么解释呢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都是看的荧幕都是2D的 一横一竖拉出一块画布 画布上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让我们对这块荧幕伸出向往 长大了我也要去上面创作 我们的创作依据就是我们过去看过的那些片子 那举例来说我要怎么构图对吧 无非是在这块画布上去考虑垂直和水平位置我怎么摆 但是有一天突然出现3D了 那就等于在一横一处上多加了一条纵旋轴 从二维的一个平面它突然变成了3D的一个立体空间 它的排列组合一下子多出来太多了 那么当你有无限的选择 同时也就意味着最好的那个选择 它是不存在的 你拿个棘子 锁子开始 锁子结束 你知道那些有88 没有人能告诉你什么不同 他们不是永统 你们是永统 这些卡丽子 在那些卡丽子 你能做的音乐 是永统 我喜欢那 那我可以生命的 你拿着我那些卡丽子 你拿着我来的卡丽子 有几个卡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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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直结束 那是真正的 那些卡丽子 那些卡丽子 那卡丽子是永统 因为 relevant 如果那卡丽子iod是 tight 那如果那卡丽子 how do you choose just one, one woman, one house, one piece of land to call your own, one landscape to look at, one way to die all that world just weighing down on you, you don't even know where it comes to an end I mean, aren't you ever just scared of breaking apart at the thought of it, the enormity of living it I was born on this ship you played out your happiness bit on a piano that was not infinite but I learned to live that way land? land is a ship too big for me it's a woman too beautiful it's a voyage too long perfume too strong it's music I don't know how to make I can never get off this ship at best I can step off my life 3D movie 3D movie I haven't seen before before how do I film it for the viewers to watch it 3D's look straight 3D screen he creates a 蜂的壞人,他們做壞事都是有動機的 那個動機也就是他們的弱點 而小丑他之所以可怕在於他是瘋子 他做壞事是隨機的,是混亂的,無規律可循的 無法預測就沒有對策,這就是Joker最偉大的地方 那麼儘管諾蘭在片子裡呈現的那些概念都很狂放 但是他自身的骨子裡其實是一個謙虛的因果身世 尤其對時空的研究會讓人覺得渺小 他想拍好電影,所以失去最好的選擇的時候他會覺得很難受 而許多人他其實並不在乎去拍好 能掙錢為什麼不拍呢,對吧 不過話說回來諾蘭的電影啊 可以看得出來他很喜歡像是這樣給自己做一個限制 然後在這個限制裡去做發揮 他經常把故事局限在一個二元對立裡面 給自己也給觀眾出一道難題 那不管是光明和黑暗的對立,還是夢境和現實的對立 或者是這次過去和未來的對立 諾蘭總喜歡在二元對立當中去探索 不歸屬於任何一端的一個特異點 打一個比方 諾蘭的電影就像扔給觀眾一道無解的是非題 讓你在勾和插這兩者之間無盡抉擇 但是他最後會告訴你 這兩種都是錯的 第三種答案才是對的 蕭白卷 舉個例子啊 在哲學界經典的一個命題 電車命題 它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但是諾蘭他通過將死亡這個概念 從物質層轉到精神層 從而完美的創造了第三種答案 解開了原本只有兩種選擇的電車命題 這個具體我以後在《蝙蝠俠》裡有機會再解讀吧 那麼最後關於《Tenet》這部片子 我再補充兩個比較冷的知識啊 電影它不管在講什麼 它終究是一個人拍的 也終究拍的是一個人 那麼宏觀概念啊 它終究會體現到一個圍觀上面 比方講我電影的主題是愛 那麼拍成電影講的就是一個人的愛 主題是時空 那麼講的就是時空下的一個人 電影它又是由科學和藝術綜合而成的 那麼科學定義上人它就是肉體 那麼藝術層面的人就是靈魂或者精神 但是兩者綜合來看啊 靈魂它在肉體上的本質就是記憶 那麼仔細想想就很有意思了 因為記憶它是過去獨有的 那麼當你從未來走向過去 你經歷過未來 你就會有關於未來的記憶啊 那麼主人公如果擁有未來的一個記憶 但是他不想要這個未來 他去改動了 那麼原本這個未來的記憶 它是從哪來的呢 那麼舉例來說在未來他死了 然後他經歷過他知道了 他現在在過去他不想死 於是他避開了死亡 那麼原本關於那個未來 關於死亡的記憶 它是從哪來的呢 如果我們用平行世界去解釋 這就很好解釋了 但是不好玩沒意思 正因為這是線性閉合的時間流 才會無法解釋 才會有歷史上著名的外祖母悖倫 但這不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嗎 諾蘭他最擅長不就是 在一個必死的空間裡尋找出第三種答案嗎 我就是很期待這個片子會如何表現 是否諾蘭在解開電車命題之後 能夠解開外祖母悖倫 那麼反正不管怎麼樣 諾蘭引發的這個對於時間的思考 他已經很多了 我相信在100年之後 當人們提起克里斯托弗諾蘭 第一印象不一定是電影導演 而是那個帶頂世界探索時間的人 這個時候就有人要問了 哇你把他說的這麼牛逼 那他到現在為什麼都沒有拿到奧斯卡呢 呃這裡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諾蘭到現在還沒有認真 大家其實可以發現諾蘭他的 雖然把主題挖得很深 但是他每次淺長折止 他還是更在乎觀眾 而不是更在乎自己的表達 他還在建造口碑和票房 以爭取一個更大的投資和資源 他在利用這些投資啊 諾蘭他在嘗試新的技術設備和新的哲學探索 可以說他就是拍1942之前在攢錢攢人脈的風小剛 呃還在為真正想做的那個東西打一個基礎 諾蘭呢他真正的大寶貝他還沒有掏出來 第二個原因奧斯卡他本來就不是最好的代名詞嘛 他只是一群人那群人的口味而已 99%的奧斯卡評委啊他都是拍不出星際穿越 也拍不出寄生蟲的 我今年預測了寄生蟲也就說明 我能預測這群人的口味 也就說明我比這群人 對吧 所以他們也就這個水平了 那麼反正諾蘭也不需要奧斯卡 在幾十年之後啊 當電影他發展到一個高度 發展到一定時期了 諾蘭自然就會被人所理解 然後被記在史冊上的 奧斯卡本來也就是一個人名嘛 那麼未來說不定會有一個諾蘭學院獎呢 那麼感謝你的時間 散會 散會